我們現在收看的是燦燦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廣鐘翔 燦燦時光會客室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 公民行動議記錄資料庫我們聯合直播的網上的視訊視頻的節目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節目的來讓大家來更了解在一個爭議性事件背後 他所潛藏的一些制度性或者結構性的問題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節目讓大家不只是看這個社會運動的熱鬧 還可以看社會運動的門道 還記得在2015年的時候其實我們曾經訪問過香港的大律師 因為當時在中國發生了這個大逮捕的這個事件 沒想到這個大逮捕的事件其實還是持續的延續 所以在今年的年底在中國有一位同樣是維權律師江天佑 他其實在去探望另外一個這個律師的這個家人的時候 其實是遭到了這個被失蹤 所以在台灣也開始的有一些相關的救援的行動 今天我們在節目當中就要跟大家邀請到的是台灣廢除實行 推動聯盟的執行長李欣宜來跟我們談這樣的一個話題 欣宜你好 你好大家好 欣宜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江天勇 之前曾經也跟他有一些接觸對嗎 對沒錯 可能他會很奇怪就是說我可能為什麼會關注這個議題 而且參與這個議題 那我自己是在2010年的時候 我在日內瓦參加一個世界反死刑大會 然後在大會上面認識江天勇律師 那他那時候當然很辛苦 可是他就到這個大會上面去介紹中國的死刑的狀況 以及中國的那個問題 那我印象當中很深刻 那時候我聽到他演講的時候我還不認識他 只是在大會上面聽到他的講話 我就跟同行的朋友講說 哇他講這麼多事實 然後講這麼多真話 那回去中國會不會有危險 那時候我並不認識他 那後來我們就決定說可不可以就是採訪他 因為我們也很想了解中國的一些狀況 所以在那個時候就跟江律師認識了 那當然過去我們並沒有太多的一個接觸 因為各自就是在為自己的運動做努力 但是後來我們上一屆我們每三年半一屆殺人 半一次殺人營戰 那去年的那個上一屆的殺人營戰 三年前的殺人營戰 我們放了一部紀錄片 是在談那個江西樂平的冤案 就是有人被冤枉 然後說他們犯了尖殺的案件 所以有四個人被判死亡 那那個案件當然包括江田勇律師 包括滕彪很多律師很早期就開始關注 那最近這個冤案已經平反了 就是我看到滕彪在推特上面 後來我也看到相關新聞 就是這個冤案已經平反了 但是當時聲援這個案子很多律師 都在監獄當中都被關押當中 所以我當然是從這個角度 當我聽到江田勇律師被失蹤的時候 然後我自己是覺得很震驚 然後也覺得說好像應該做點什麼事情 然後所以才會希望說 可能可以跟台灣 有些可能台灣人可能不見得所有人 都瞭解中國的人權議題 事實上我自己也是 那可能也不是那麼的關注 對我們來講 可能台灣的人權議題 可能就已經讓我們忙不完了 但是或許是因為認識 或許知道他 然後讓我覺得說 好像我們如果能夠發聲的話 我們應該要為江律師做一點事情 我想這是一個很多人會關切的問題 就是像你剛剛談多台灣的這個人權議題 已經非常非常的讓很多的人權團體 或是社運組織已經非常忙碌了 怎麼還會有時間 或是為什麼要去做關心中國維權律師的 這樣一件事情 這個部分我們待會再做一些討論 你剛剛提到說 你是跟江天勇律師有這樣一個接觸 就你所知江天勇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他曾經參加過什麼樣中國的一些維權的運動 我想先念一段 就是他自己在推特上面 他對於自己的一個介紹 我自己覺得他那段介紹真的很代表他這個人 他講說他是一個身逢其食的律師 他是一個啥案子都想做的律師 他是一個讓一小撮人恨之入骨的律師 爭取讓民眾認可的律師 失去執照也要幹的律師 那我自己知道當然 比如說他關心酷刑的議題 然後他關心可能死刑的一個議題 然後我覺得他也曾經針對愛滋病的維權 也關注過 然後也關切 當然包括陳光誠律師 然後我覺得他特殊一點是 比如說包括非常多人避之為恐不及的 可能是很敏感的案件 比如說法輪功的案件 甚至在2008年的時候西藏遭到震報 然後很多西藏人被關押 他那時候也願意為西藏人做辯護 所以他的確就是關心很多人權 以及公益的議題 那他講說他失去執照也要幹 的確他在2012年之後 他就失去了他的律師執照 但是他還是努力的真的 針對很多的案件 他都希望說可以參與在其中 那當然也提供一些意見 那我自己覺得說談 他這一次在 他是11月21號的時候 你剛才也提到就是 他去探視那個謝陽律師 就是去年709 2015年709事件被關捕的一個律師 之後那個他被失蹤 那我會覺得說 在談江天勇律師被失蹤這件事情 可能還是需要回顧一下 709大抓捕這件事情 因為他不能夠被視為是兩個獨立的事件 事實上他就是一個連續 尤其是當時709大抓捕 事實上江天勇律師他也被抓去 也被問話 然後來被釋放了 那被釋放之後 我覺得他成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救援 709大抓捕這些包括維權律師 包括維權人士 包括NGO工作者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人 那去年的就是2015年7月9號這個大抓捕的事件 我先提供一個數據 就是根據在香港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的一個統計 就是到目前為止 總共有319個人遭受到影響 當然有些人可能當時被詢問被帶走 然後後來就釋放了 可是有14位是羈押當中等待審判 有23位是所謂的取保候審 就是他被保釋了 但是要等待審判 但是我也聽到就是很多人說 他是被那個交保之後候審 但是很多人事實上他們到底在哪裡 包括王宇包括那個趙薇他們到底在哪裡 事實上也還是不清楚的 雖然說 對你沒有聽到他們公開出免 那因此他們在什麼樣的狀態之下 說實在的我不知道 然後包括還有一些人很多人被限制出境 看樣子319個人不多嘛 我相信佔中國的律師或者是NGO工作者裡面的人可能不多 但是我覺得那個警告的意味 那個恐嚇的意味 而且帶給這些人權工作者 維權工作者以及他們的家屬的那個壓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這件事情當然我覺得對中國的民主或是對中國的法治 當然是一個非常影響很大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我覺得必須要理解這個脈絡 那我覺得很多人就會說那為什麼很多人會聽到 所謂的中國維權律師嘛 這是我們我們我們在講的這樣的事情 那我覺得他的開始的起源就是說在2000年 2003年之後開始漸漸有一群律師他們是聚集在一起 他們是互相協助互相幫助 然後去關注一些很多的所謂的維權的案件 維護一些權利的案件 包括三聚親安奶粉案 這是關於人民的那個民生的一個 或者是飲食安全的一個案件 然後包括愛滋案件 那包括有一些社會的議題 例如破錢的這樣子的議題 所以他們不只個人關切這樣的議題 開始有些律師會互相聚集討論 所以開始讓中國中共當權是非常非常不安的 那後來在那個時候開始也有很多的 比如說一些包括烏克蘭 包括一些就是國家開始和平抗爭 然後推翻政府 所以他們說那是顏色革命嘛 所以那個時候也包括一直到2011年 中東的茉莉花革命也到也傳到了中國 所以感覺起來就是中國開始對維權 維權律師這些人開始有些急迫的一個感覺 那他們說2013年習近平上台之後 他們當然就希望把這個維穩的這個體制 升級成為一個國安的體制 就是我聽到他們講說中國是一個就是維穩的這個 預算高於軍事預算的一個國家 就是對內的維穩 事實上的經費高於可能對外的 那你大概這是一個很難想像的一件 然後我覺得709事件 大抓捕事件 我覺得第三個比較近的一個原因 就是那時候2015年的7月份 那中共他們就開始做了一個 刑法的一個修正的草案 希望更限說律師的一個辯護權力 那我看到資料是說包括他們可能會希望說 律師就是不公開的審判的一些不公開的資訊 是律師如果說他們講出去的話會有罪 那可是你可以知道就是說在中國有很多的案件 的審判本來就是秘密審訊 那只有律師知道當時的狀況 所以如果有問題的話 當然事實上能夠說出這件事情的也只有律師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說他們會覺得 就是如果說擾亂法庭的秩序 行為情結嚴重的話 那這個部分也會有一個比較嚴重的刑罰 那這對律師來講這當然是要反對的 所以那時候網語律師還有一些律師站出來反對 那7月9號就開始 做了這個律師的大抓捕 如果我們從台灣的角度去想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會覺得不可思議 但是如果回到他們的這種所謂的脈絡 或是在過去在一種所謂的長期以來 對於所謂的人權的這種所謂的限制的情況 大致上是可以理解 當然正是在中國 我們要看到要從內部去做一些 這種所謂的人權的維護 其實也越來越難 不過在中國以外的很多地方 不管是台灣香港 或是在許多歐洲國家 也都會有類似的救援行動 我們知道欣義也有參與過一些 待會我們再休息之後 就要請欣義再次來跟我們分享說 你在參與這些相關維權救援行動的時候 你自己的一些觀察 或自己的想法到底是什麼 那台灣為什麼要去管別的國家的事情 台灣為什麼要去管這個 所謂的中國維權律師的事情 我們先休息一下 你好 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的大園載報新聞 12月26號 立法院針對婚姻平權議題 進行民法修正案審議 這關係到同性婚姻是否能夠合法 支持與反對的團體 分別在立法院兩側集會包圍立法院 當天中午修法案出審通過 济南路上響起了一陣歡呼 支持同婚的團體呼籲支持婚姻平權的朋友 在明年繼續監督立法院 而另外一方 中山南路上的反對團體則是相當氣憤 不少人闖進立法院與警方發生激烈衝突 有多位民眾在翻牆的時候受傷 被警方壓制在地並進行管束 他們隨後又將戰場轉往凱到總統府前 派代表入府陳情 要求總統蔡英文出面說明 反同婚的陣營表示 未來將會繼續推動 罷免有參與婚姻平權連署的區域立委 以及他們會致力傳遞相關資訊給台灣民眾 甚至他們希望能夠發動全民公投不讓法案輕易通過 數十名外籍漁公和深淵團體代表 上星期二在農委會外上演煮血汗魚湯的行動劇 控訴外籍漁公長期血汗勞動 而且出事後還得不到合理的補償 他們要求以專案的方式補償受害漁公的家屬 這項行動起因於去年9月 台灣遠洋漁船服飾群號發生 一名印尼漁公疑似遭到虐死的事件 近日透過媒體大幅報導引發社會關注 參加行動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專員許維棟表示 遠洋漁業從業人員中 外籍漁公則佔了九成 而這些外籍漁公又分成境內與境外 兩種評估方式 其中境內漁公是用勞動基準法 但是境外漁公則是依照漁業法境外聘雇的相關規定 完全不受到勞基法的保障 他批評漁業署和勞動部幫資本家大開後門 如此的劃分造成了境外漁公的薪資被壓低 甚至犧牲性命 因此主張取消境外聘雇不分境內外一體實用勞基法 澎湖縣公共車船管理處企業工會 日前以爭取同工同酬加發年終獎金 保險金額調高等六項訴求進行罷工投票 結果以壓倒性的票數通過 並決議從12月28號凌晨開始發動罷工 縣府為此緊急調度遊覽車支援 當天有將近兩成的班次被迫取消 公務縣長陳光復當天也到了車管處坐鎮 他對罷工的司機喊話 希望以民眾交通權力為重 他呼籲罷工的司機盡快返回崗位 否則將依勞工契約及工作準則處理 而在勞動部派任前往協調後 勞資雙方達成了共識 資方允諾將第三責任險 由原本的180萬提高到300萬 另外增加財務險20萬 保費則由資方負擔7成 勞方負擔3成 勞方也同意退讓其他訴求 在隔天恢復正常上班 結束了這場罷工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是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在剛剛我們看到的這個大圓仔的這個新聞當中的 我們可以看到在包括婚姻平權的問題 或者是特別要跟大家談到的 是有關於這個血汗羽工的問題 我們其實常看到我們在享受這個美味美食的這個背後 其實有非常多的這種所謂的剝削 不管是在過去我們關注到的 在對農民或是在農業政策上面 對許多農民的一些這種不當的這種所謂的規範 或者是我們看到在這個海鮮的這個勞力的市場當中 也有更多值得我們要去關注的這些議題 所以當然不能夠只能夠去看到 這個最後生產出來的產品 我們對這樣的一個食物背後的這個勞動的過程 恐怕也是我們必須要在特別關注的一個議題 再回到我們的節目的現場 我們要跟他談的是中國維權律師 姜天友律師被失蹤的這個消息 跟我們一起討論聊天的是 FACE聯盟的執行長林欣穎 欣穎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剛剛欣穎有跟我們談到 要在這個所謂的709這個大台股 中國大台股這個維權律師的這個經驗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看起來是一個非常有系統的 要讓某些的 好不容易在中國長出來的這些人權 受到嚴重的這種所謂的限制 回到這個事件的本身 這個姜律師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他會突然間被失蹤呢 今年11月21號的時候 那我們剛才也有談到 就是說在709之後 江律師事實上跟很多其他律師 當然就成為709 大抓捕一個很重要的聲援人物 那包括也幫他們做編護 那11月21號的時候 江律師他就到了那個長沙 希望可以見到其中一個被關押 而且身體狀況很不好的謝陽律師 那他要求去見他 但是當然他們就不讓他見嘛 所以他就只好在要搭高鐵 要回到北京 那可是他人就不見了 他的太太就發現他人不見了 那一直從那個時候開始 事實上沒有人知道江天勇跑到哪裡去 然後開始很多人就很著急嘛 就覺得他一定是被中共當局給 用什麼樣的方式限制他的一個 一個人身自由 然後也開始有一些國際社會 包括聯合國的特別報告員 然後包括AI 很多的人就開始 希望說可以找到江天勇律師 那事實上一直到12月17號 將近一個月之後 他被迫失蹤 將近一個月之後 才開始有一個中國的媒體報導說 因為江天勇律師涉嫌 非法持有國家機密文件 所以呢 他被警察逮捕 可是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又到了23號的時候 12月23號的時候 那個江天勇的太太 金便玲女士 他的父親才收到了這個通知書 說江天勇被指定監視居住 但是呢 這個通知書的日期是12月1號 所以這在任何的法治國家 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先逮捕 對 先逮捕 然後到通知 然後那時候 雖然上面寫12月1號 但是事實上 當事人的家屬是在12月23號 才收到相關的消息 那這是一件非常誇張的一個事情 所以 當然收到消息之後 大家比較有底說 他到底在哪裡 所以陳敬學 陳敬學律師 他就在12月27號的時候 他就到長沙市的公安警察局 去要求要會見江天勇 然後那個公安局就是堅持說 我不要收 我不要收你的申請書 因為他說 並不是我負責這個案件 那直接是國保 負責這個案件 所以我沒有辦法收你的這個申請書 那我也沒有辦法給你收據 因為不是我負責的 那後來陳律師他就跑到國保那邊去問說 那我要要求見江天勇 但是國保就講說這不是我們負責的 這是那個公安局負責的 所以就是互相的這個推諱 好 踢皮球 對 就是 對 那 呃 兩天之後那個陳律師就收到了那個 長沙的公安 呃 公安局 呃 給他的一個所謂的 不予會見犯罪嫌疑人的決定書 因為他們說 他是 呃 涉嫌 呃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這是一個屬於國 呃 危害國家安全很很嚴重的一個罪名 所以如果說 讓律師見他的話 會有礙偵查 或者是可以 呃 有有可能會洩漏 呃 國家的這個 呃 機密 那事實上 這樣子的一個手法就是拒絕讓律 呃 拒絕讓律師會見所謂的犯罪嫌疑人 在709案件當中其他的律師也很多都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但是我們可以想像就是說一個國家如果你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即便你說呃 我擔心你會串供我會擔心你會呃 有洩漏 你可以禁見在台灣你是可以禁見的 但是你不能夠拒絕律師 呃去見他 好 因為律師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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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他們的職責他們有他們律師倫理 他當然不會去從事這樣子的一個 比如說幫幫忙串供但是 至少你要讓這個呃被抓的人限制人身自由的被國家限制人身自由的 你要有禁見律師的一個權利 這才是這才是對的 但是呃他的狀況就是一直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人見到他 他到底在哪裡遭受到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對待 然後呃完全都不知道 雖然呃他們家屬有收到這個相關的呃通通知書 但我覺得有收到跟沒有收到是一樣的 因為家屬沒辦法見他律師沒有辦法見他 所以我們非常擔心 嗯 所以呃知道他在啊 他被抓了 原本不知道 但是他現在知道他被抓 但是抓關在哪裡 但是其實到目前為止 也沒有人可以見到他 對 這個心怡最近這幾年 其實也非常關注中國維權律師的一些情況 也加入了一些救援的行動 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嗎 中國的這種呃 這種把人家收押進 真的禁見 然後連律師不能見 這是一個常常看到的狀況 你參與了這麼多的這些行動 你自己的觀察是什麼 對於中國最近這幾年的 這種大規模的這種逮捕行動 或者是在台灣救援的那種心情又是什麼 呃我必須要講說 我不能說我參與非常多 當然我知道呃 台灣有很多的呃相關的團體 呃包括呃那個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 以及台灣聲援中國人權律師的網絡 因為律師他們更可以理解就是那樣的一個心情 那我自己也參與 我自己也參與 我必須要講就是呃 非常非常非常的這個有限 但是我覺得就是的確你很時常聽到說 他們就是被失蹤 然後完全不知道人在哪裡 那我最近還聽到一些 譬如說我們剛才講說限制居住 呃這樣子一個方式 在我們來講我們合理的都會覺得說 可能你就是在看守所 你可能就是在警察局 但是我聽到就是有人說呃 那些律師曾經也可能被限制住居在 呃下水道 被限制限制住居在軍營 所以雖然看樣子江天勇說哦 我們是把他限制住居 但是他在哪裡 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遭受到酷刑 我們事實上是不知道的 然後 被所謂的被失蹤 這是呃中國創的一個詞嘛 那當然還有一個被認罪 OK就是強迫你可能在媒體上面 上面對 那事實上呃就是大家都知道是無罪推定嘛 那我也還沒有經過呃司法的一個審判 但是你卻可以在媒體上面 就讓他在那邊呃呃 國家的媒體然後在那上面認罪 這也是一個呃非常非常荒謬的事情 那我自己覺得我我會呃 我會關切這個議題我必須要講就是我投入 非常非常的少 那呃呃有很多人呃投入更多 包括我自己覺得在中國境內的呃 律師們以及他們的家屬 以及這些NGO工作者 他們要承受雙重的壓力 他們要承受雙重的壓力 是他們自己有可能會成為這個國家的被害者 同時他們要去救援他們自己的一個夥伴 但是我覺得他們都用一種 我覺得他們就是好呃 國家你跟我講說我就是一個法治國家 我就是依法治國 這些律師們他們就是用法律的方式 用一個你說的法律的方式 來去要求他們的權利 但是卻是呃時常的一個 時常碰壁的一個狀態 那他說他不給你 他不不允許 就是不允許 你也沒有什麼救濟的管道 雖然他們還是會持續的在嘗試 持續的在採取呃那個救濟的一個管道 但還是一樣是呃沒有辦法的 那我我會覺得這樣的心情 我可以理解是我呃 因為江天勇律師的事情 所以我當然就呃跟一些朋友就談到了這些事情 然後我記得我那天遇到了徐志強 徐志強他是今年才完全呃他的這個呃死刑 他的那個呃有罪才完全被確定 所以他曾經是一個被冤枉的死刑犯 曾經關在死牢裡面 他就跟我講說律師的職責就是 就是維護人權就是幫助像他們這樣的一個弱勢 或者是受到遭受到國家冤枉的人 他很難想像說如果律師 竟然本身就成為一個呃 一樣的被被抓進去關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到底誰要來為弱勢的人發聲 如果律師都不能夠為人權發聲 為弱勢發聲的話 那到底誰能夠為人權發聲 我就覺得說對這就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一個關鍵點 就是他是一個維護人權的人 但是我就是把你抓起來 我就是恐嚇你 我就是讓你可能你會擔心 你會遭受到人生的一個不安全 所以你不能夠再繼續為其他人發聲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 呃就是影響非常非常深遠 對於中國的民主 對於中國未來的法治 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對這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諷刺的一件事情 其實就像我們剛剛談到了 在中國為什麼這些人權維權律師 就是會這樣子一個冒出頭 或是興起 其實是因為這個中國的法律 法治在做改革 可是這個法治改革 雖然讓看到了這個短暫的曙光 可是到最後新的執政者上來 其實又談到他自己的另一套的依法行政 所以就像我們剛剛談到的 有些律師 例如說騰彪他就必須要遠走他國 或者想胡志強 或者其他的人 他們在做維權律師 結果他不但沒有辦法去維權 甚至也沒有辦法為自己辯護 別人要為他們辯護 要去拯救他們的也會受到相同的牢獄之災 其實我們看到在中國本身要去做這樣一個改革 其實是很大的困難 但是我們知道包括台灣香港 甚至在歐洲很多國家也都是在做相關的 這種所謂的救援的行動 不過這有時候也要得很小心 因為常常會被歸類叫做境外勢力 反而會對當地的這些朋友 實際上產生另外一種困擾 但是救援還是必須的 我不知道 從你自己的經驗當中 你覺得從一個台灣的角度 為什麼要救援 該怎麼救援 在救援的時候 我們可能還要再注意一些什麼 雖然我自己很不喜歡做這樣子的類比 但是有時候我都會 就是在那個過程當中 聽到一些事情 就會開始回想到我們獨到的 比如說我們的白色恐怖 我們曾經也可能遭受到 很多人全被侵害的一個狀況 但是在當時事實上也是一樣 有很多人就是不問理由 沒有理由 他就是想要聲援台灣 他就是為了人權 人權就是一個最好的理由 他就來聲援台灣 那對我來講 或是對很多人來講 就是要聲援中國的維權律師 要聲援中國的維權人士 跟聲援其他國家的人 我自己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 我不會先問說 那你到底是 對於統獨是什麼樣的立場 你對於什麼樣的事情 你是對於什麼樣的人權 我不會問他說 你對於死刑是什麼樣的立場 我才決定要不要救援你 因為我覺得他們就是一些 就是人權被侵害的人 而我們剛好看到 而我們剛好 我有這樣子的能力 可以理解這件事情 而且可以伸出我們的元首 我覺得我們就必須要做這樣的事情 那在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事實上我們在台灣 也有些聲援的團體 剛才我講到這幾個團體 他們也舉辦了記者會 然後他們也希望 可以做多方的串聯 那我自己 我自己是在12月9號的時候 我們跟幾個平台 就是在台灣 事實上公民的論壇 公民討論的這個平台 是非常踴躍的 所以包括哲學星期五 當然是一個最老牌的一個 一個公共議題討論的平台 然後後來我們自己決定說 我們要做Face星期四 每個固定禮拜四都討論這個議題 然後後來包括 台權會跟人權公約 世行監督聯盟 他們就舉辦了一個人權星期三 也是一樣在每個星期三 固定討論人權的議題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決定 在禮拜一的時候 我們就把哲學星期五 Face星期四 以及人權星期三的平台 我們整合在一起 我們一起辦了一場 台灣聲援 江天勇律師的行動 那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說 不要只是少數人知道這件事情 我們會希望 原本可能不關心這個議題的人 能夠知道 那一天事實上來了 大概六七十個人 我問了大家 事實上很多人 很多人是不知道 江天勇事件的 很多人是 可能不是太了解 中國的維權的問題 甚至不知道 709大抓捕 但是他們可能因為 對於其他議題的 或是對公共討論的興趣 他們來到現場之後 才知道這件事情 那 那一天我們也 訪問到 就是連線訪問到 陳光誠律師 因為他是 他 那個江律師 曾經是 陳律師的 辯護律師 那他們 對辯護人 那他們當然也非常非常的熟悉 所以陳律師非常非常的焦慮這樣的事情 然後 包括 那天我們也跟那個 金辯林 女士做連線 那他現在是在 美國 那為什麼他會在美國 是因為那時候他 江律師他失去了律師執照 後來那個中國茉莉革命很多的事件發生 包括 為那個陳光誠律師辯護 事件發生之後 他們家當然就遭到了就是監視 然後跟蹤 那甚至很多時候 他的女兒在學校裡面 都會遭受到一些不當的對待 然後 經過一番思考之後 後來那個 金辯林女士跟他的女兒 就到美國去了 那因此 江律師在過去三年 她是一個人 呆在 中國 呆在北京 那 我聽到那個 我聽到金女士就在講說 她一方面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先生要做這樣的人權工作 但是她一方面 她也知道說 事情對中國很重要 然後 她很愛她的朋友 她很愛 她想要做這些事情 她也只能去支持她 那一天我記得 大家最難過的事情 大概就是聽到金女士 她的一個發言 那你可以知道 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一個抉擇 所以她也非常關切 我們那天也有在談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由中國的 包括唐彪律師 包括陳光成律師 以及金辯林女士 他們一起發起了一個 一個聯署的活動 希望說 可以有一萬人 一萬人聯署 然後他們希望 可以把這個聯署信 公開聯署信 交給中國的公安局的局長 那當然就是確保他們 希望他可以確保 江天勇的一些人身的安全 不要遭受到酷刑 不要遭受到不當的一個對待 那目前我知道 這個聯署 已經有兩千多人的聯署了 那我記得那天 有一個討論是說 有人提醒說 你要做這個聯署 你可能必須要考慮 或許你是不是對 跟中國之間有一些關係 那你可能 必須要想說 他們可能會不會掌握到 你的這個資訊 我自己會覺得 你必須 就是你一個人 兩個人 十個人 你可能會擔心 因為這是少數人的發生 但是事實上 如果你有更多人 願意為這件事情發生的話 他就會有力量 而且我必須要講 就是我們做的 任何的救援行動 我們雖然經過了評估 然後聽了很多的意見 但是你總是不知道說 他會不會發生 關鍵性因素 但是你唯一可以 知道的一件事情是 你什麼事情都不做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協助到 協助到他 那我們當然過去 聽過一些經驗 就是說 有時候 如果你 有人關注 有人寫信 有人發生的話 那他們可能會稍微有點忌憚 所以可能 在裡面的狀況 就不會那麼的 我們不了解 可能每一個案件的狀況不一樣 那也有可能在 江天勇身上 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只知道說 如果我們什麼事情都不做的話 他一定會更危險 他一定在裡面的處境 會更艱難 所以我們才會希望說 在台灣我們真的能夠做的事情 真的很有限 例如 能夠在網路上面發聲 我們可以在網路上面 Tag江天友 我們可以在網路上面說 Free江天友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事實上 是非常 說實在我必須要講是 比起中國境內的這些維權人士 是相對安全的 而且是非常安全的 那我們做的事情 可能也很簡單 可能也很有限 但是 我相信是會有一些幫助的 那 對 而且我覺得如果有一天 當他知道說他做這件事情 是被支持的 那我覺得他會更有勇氣 或者是說我覺得 做這件事情 或許是要給江天友的太太 他的家人 他的女兒 以及所有的709的相關人的 他們的家屬看 就是說他們並不孤單 我們雖然能力有限 但是我們並沒有說我們就不做 我們是在這裡看著這件事情的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 人權他事實上是不分地區 不分國界 不管你跟他甚至可能是一個對立的關係 這個地方的人權 特別是一般民眾的人權 都必須是我們要共同去關切的一個問題 真的不知道我們可以做什麼 但是給予溫暖 給予某種的共鳴 給予某種的支持 用自己的方法去做這件事情 我想是很重要的 今天非常謝謝欣宜來接受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跟你請教相關的問題 謝謝欣宜 我們下禮拜公眾再會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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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走 继续地去梦